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个股表现很精彩 期货的部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一两天你可以看到 16800点那个16800 就是不给过 就是不给过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突破僵局呢 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先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 怎么办 来 没关系 我们来讲几个重点 不是我故意说不知道的 而是真的台股我们这边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状况 那这个状况的话 其实我在上半段的股魔力也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 在前一波10月26号的时候 他跌破了16200点 去回测了16000点的整数关卡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说 不用担心不用害怕 因为黑手他就在这边做护盘了 他前一波要守得住 这波要守得住的话 也是轻松简单 那那个的话是我们的Light的内容 你去看一下 那这都是每天早上每天盘中 每天晚上照三餐跟大家做问候 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法人的资讯 那法人资讯 在我们的Light上面是 完全免费分享给大家的 这是其一 那其二的部分的话是因为 真的就是 你看 往上弹上来的时候 好不容易到16700了 然后就卡卡卡卡的 然后呢 感觉就想要出到16800 不太过去 又出到16800 又不太过去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反弹的过程中 那个之前 买很多的关股 又给他倒倒倒 连续倒了5天 我不知道大金融有没有继续倒 看起来还是有在继续倒 所以 连续倒了5天或6天的关股的话 就自然而然形成了 现在目前行情指数上面的 潜在的卖压 而且现在今天的成交量的话 也只有2400多亿而已 又说了 所以如果以这个2400亿 要去做挑战16800点 甚至往上去做挑战压力区的时候 那是一个不明智的操作方式 所以就指数来说 我还是重申 你必须要把指数跟 各股 中小型股 来去做分开看 切开来看 就指数来说 就真的不要太有期待 那种一直涨 一直涨16800 17000点 这样子指数的问题 可是好股票 在这边去做轮动 市新 3240块 你就看到了股王 就这样诞生了 就像上半段 不用再讲 上半段就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 你就去看一下股魔力 那YouTube上面也有 蛮多蛮多的一些教学 软实力 然后呢 当然各玩股都在这边 那回归到我们现在目前的操作 是在期货的 聚保期的重点这边 8点半的时候 我会给我们的团队 一折盘前的讯息 会在早上8点半的时候发出来 那我其实也跟我们团队说了 因为其实短信上面看法 你会发现说 好几天都没有改变了 甚至你看 这个标题 散户繁指标加黑手逢高卖 你也是看到我们的聚保期的节目 已经放了好几天了 那我再次重申不是我很混 而是现在真的遇到这个问题 短线的问题叫做是美股回稳了 但是关股也逢高卖了 然后呢 散户繁指标也在做空了 啊 所以 问题发生在哪里 问题就是发生在说 到底什么时候才有 成交量的放大 或者是台积电的走势去做确认方向 那因为目前看起来它就是一个 区间震荡维持没有改变的区间 那压力16800点的整数关卡 所以我这边早上在8点半的时候 就给我们团队 结果你看到这边是什么 16788 今天又离得更远 我记得好像昨天好像是797吧 差3点 结果今天就差了12点 他连那个790都不愿意来到 更何况是16800点的那个 关卡压力区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不过也不用担心 因为 往下去的话 支撑16650 甚至是16700点这边的话 其实都还是有 多空交站的支撑的价位 所以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啊 好像看起来想夾跌破 但是呢 又收上来 但是呢 今天也是一个 中场只有上涨11点的 高低不到100点的小区间 所以我说过了 你要赚多少钱 真的不是你去硬强求而来 真的不是你说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天天赚200点的 因为有时候真的 就是外在环境行情的震荡区间 不允许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也只能这样子啊 因为小区间 可能早上如果你有去做追高的 你在9点半快10点的时候 你可能在峰堤再去做一个买 再买一口多单 然后尾盘的话可以去做获利了结 如果你只有买一口多单 然后呢放到尾盘的话 恐怕没什么赚赔 甚至是说 如果你是手那个50点停损的话 你可能会小小的停损出场 这就是今天可能发生的几个情境 那我们的操作的方式的话 就是在大的方向 大的行情来的时候 赚到大的 可是如果是小区间的时候 我觉得就只能等待机会 或者是一个小赚小赔 因为这边 手50点停损 你可能会停损 可是如果你愿意在这边 去做逢低加码的话 你今天应该还是能够赚到钱 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 操作策略的部分 那前几天其实我也讲过了 就是 小区间只能赚小小的 小区间 没有讯号 就只能等待机会 然后呢 小区间 因为它跳空的关系 你看这边 那个大大的跳空之后的话 又陷入小区间 就只能 就只能 赚你该赚到的 但是如果真的有 那种所谓的大行情的时候 比方说像上个礼拜四 那我们那天的话就可以赚到 121点 一天可以赚 一天可以赚24000块 一口 对 一口单的话是赚24000块 所以 在最近的行情来说的话 在上涨过程之中 你遇到的麻烦叫做是 官股偷偷卖 然后呢 散户反指标也在 也在那边去做一个 跟官股去做一个多空的角力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就是 散户中就是输家 那 但是官股只是会偷偷再去做一个 逢高卖逢高卖逢高卖 这样的动作 所以目前的话 就当冲而言 它会是一个比较 辛苦的过程 所以如果就 如果你可以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多听我几句话 你的话 你就把我们的短波聚才 好就是给它 好好的去给它运用一下 好好的去给它操作一下 那其实我这几天都有讲到了 就是你可以用短波聚才的策略的话 你可以发现在最近这几天 好就是在 从11月初开始 破底 开始往上去做反弹开始的话 因为很多很多的跳空 你可以透过留单留部位的方式 就像这边 多单 行行之后 又多单 又行行 然后呢 又多单 然后呢 又行行 那到昨天为止 我把它切开来 这是到昨天为止的绩效 我们就是赚了623点 三笔多单都赚钱 然后呢 你可以赚到124600块 因为你可以透过新兴获利了结 然后呢再看到买讯再去做进场 这样的动作的话 做三波 跟着我们一起做三波的短波的聚才的获利 那 当然我还是要给机车一点 就是后面还是盖起来 因为毕竟会员权益 那后面这部分的话 我们就静待时间 来去跟大家做相关的解析跟分享 那我一直强调一句话 就是 顺着趋势 然后呢 赚大赔小 直接给他看这些影片好了 来来来 这个这个 我就还是要顺着趋势 然后呢 透过每一次的纪律的操作 就是 该你赚到的 你就好好把它赚起来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短波三笔你就可以赚600点 三笔你就可以赚600点 那但是最近如果 当充这么样的麻烦的时候的话 你也只能把你的部位缩小 区间抓小 然后呢 获利抓小一点点 那停损停利 你就可能要再抓小一点点 所以这就是 我跟大家说到的 行情 你要赚多少就是行情给你 然后呢 你要透过每一次的 赚大赔小 不是稳赚不赔 每晚就稳赚不赔 我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透过每一次的 巨沙城塔 不利翻倍 那我也给你看一下 我们最近的短波聚彩的绩效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绩效 是你认同的 是你觉得还不错的 那你可以来跟我们做洽询 那如果你在追求的是 稳赚不赔的绩效的话 不好意思 我这台没有 你去找找看别台有没有 那如果你有的话 恭喜你 那但是呢 我还是用务实的绩效 来跟大家做呈现 也就是 从今年的1到10月 我们这边就是赚91笔 然后呢 亏53笔 然后呢 绩效的话 点数就是8900点 就是178万的获利入贷 到8月 到10月为止 10月份的契约绩效为止 所以这就是 要跟大家讲的一些相关的观念 那因为目前的话 实战班 我们就是开放预约中 因为是目前额满的 预约跟排队中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经理人 带着你一笔一笔去做操作 因为要量身规划的 是 没错 因为这个真的是有量身规划的 资金效率的部分 所以必须要有名额的时候 我才可以放出来给大家 那我必须要很务实很忠实的 面对我们的所有的团队 跟我的经理人 不可以给他们 太多太多的会员 这样带单 那个很没有效率 很没有 就是会没有品质啦 对 在追求品质的过程 那也请大家多包涵 那在还没有轮到你之前的话 先把聚保期给他带回去 然后呢 好好先用着聚保期 然后呢好好看着聚保期的讯号 手机也可以通喔 手机也可以用 就是你可以用PCNB手机 都可以用聚保期 苹果安卓系统都可以喔 是的都可以 那需要协助的话 然后呢需要加入我们 财富自由计划的话 那请你先准备好50万的资金 存在你的保证金户头里面 然后呢再来跟我们做洽询 那需要协助用LINE 用08.0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要是你想要加入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或者是想要来体验 我们聚保期的威力 免负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NE ID是 小老鼠DAREN888 小老鼠DAREN888 直接私讯大人哥囉 感谢你的收看 也再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摩尔证券头顾 摩尔证券头顾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